黃嘉芊6日證實和夏克莉的16年婚姻 還下據點消息曝光震驚不少人 當黃嘉芊的好友鬥志孔卻無預警發文寫道 夏克莉不是助理因為她是垃圾 夏克莉的心意引起不少網友猜測 而在加拿大的夏克莉也對此做出了回應 單單表示我有看到 據三立新聞網報導 一名黃嘉芊有人透露女方這四年來被受折磨 甚至最後一次赴加拿大 幾乎是逃回台灣 還要持續接受精神科治療 而鬥志孔全程知情 因此才會怒發夏克莉垃圾一文 對此鬥志孔透過經紀人在10號首度正面回應 表示在感情中再怎麼情緒失控 都不能有傷害對方的行為 這是身為一個男人基本禮貌 不過也有自稱是夏克莉友人的女子 在臉書發出一則 我所認識的夏克莉的長文替夏克莉抱不平 控黃嘉芊五大罪狀 只出錢都由黃嘉芊控管 婚姻諮商強勢 女方還會私下跟醫生聯絡 影響用藥和判斷 不提夏克莉澄清緋聞 對夏克莉回台歌莉更是不聞不問 不只沒去探望 住處食物都沒準備 心疼夏克莉在台灣的外配落勢 還加碼爆料黃嘉芊 筆錢資源分居文件才給生活費 為了離婚官司還製造家暴錄音 但針對以上指控黃嘉芊跟經紀公司 目前還尚未回應 賬你 賬你